嗨,欢迎收看本期的最有感觉 这个葡萄牙小城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全城周长不到1600米 东西之间十分钟内可以穿行 而人口也仅仅是3000人 除了破旧的城墙和四五座教堂 并没有任何壮观的古建筑 更别说什么绝世的美景了 但这个景点却每年吸引几十万人前往 并且不少名流名人都选择在此举行婚礼 说的呀就是奥比都斯这个小城了 到底他有什么魔力 能够让如此多的人为他前来驻足停留呢 他又凭什么被称为婚礼之城呢 如果说最让人感到舒服的 或许只有他的干净整洁 以及与时无争的宁静吧 但如果你翻开历史 你能发现葡萄牙国王曾经把这个小城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皇后 以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因此啊 长久以来这里的古城景观都得以完善保存 他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就是代表着很久不变 是对爱忠贞的象征 吸引着那些希望给对方一个坚定承诺的爱人们 每年从世界各地赶来 600多年来 不少欧洲的年轻人喜欢把这个地方作为圣洁婚姻的起点 相信如果能在这里喜结莲礼 就可以从此与伴侣相吃相携 共到白头 而喜欢甜蜜的人也会喜欢这里 这里也是欧洲著名的巧克力城 每年三月会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巧克力节 在花样繁多的节日庆典上 来这里助兴的表演模特的服饰 也会被特意用各种巧克力精心装饰 不仅香气四溢 还有各种奇异的造型 以至于这里吃巧克力的方法也很特别 这里有有巧克力制成的各种酒杯 人们会往里面蒸入一种香浓甜欲的樱桃酒 一口饮尽 然后再将酒杯一口吃掉 发现更多旅行趣闻 请关注最有感觉 杨杨和你不见不散呢